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 最近这两天,特斯拉的前AI总监 现在在OpenAI的安德利·卡帕西 他的最新的教程又火了 这一次他专门面向普通大众 做了一个关于大语言模型的科普视频 时长一个多小时 全部都是非技术介绍 涵盖了模型推理、训练、微调和大模型的发展趋势 以及安全挑战 涉及的知识全部截止到本月 所以说内容非常新 视频上线优管两天 就已经有35万的播放量 有网友表示 刚看了10分钟就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 以前从来没有人用过视频中的例子 来解释大语言模型 还有弄清了以前看到过的很多混乱的概念 除了大家一致夸赞课程质量高之外 还有相当多的人评价安德利本人 真的是非常擅长简化复杂的问题 上一次的教程 State of GPT就非常的通俗易懂 不止如此 这个视频还可以说是体现了他对本职专业满满的热爱 根据安德利本人透露 视频是他在感恩节假期录制的 背景就是他的度假酒店 做这个视频的初衷 也是因为他最近在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上做了个演讲 演讲内容没有录像 但是有很多观众都表示喜欢他的内容 于是他就干脆直接进行了一些微调 再讲一遍做成视频 给更多的人观看 不仅如此 他还贴心的在视频简介里放上了视频中的PPT素材文件 包括PDF版本和Kino的版本 好了 介绍完视频的背景 我们来具体看一看 这个精彩的教程都具体讲了些什么样的内容 首先第一部分 主要是对大模型的整体概念的一些解释 尤其是安德利非常有趣的解释了 大模型的本质其实就是两个文件 一个是参数文件 一个是包含运行这些参数的代码文件 前者是组成这个神经网络的权重 后者是用来运行这个神经网络的代码 可以是用C语言或者是其他任何编程语言写的 有了这两个文件 再来一台笔记本 我们就不需要任何互联网连接和其他东西 就可以与这个大模型进行交流了 比如说让他写手诗 他就开始为你生成文本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参数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就要提到模型训练了 本质上来说 大模型训练就是对互联网数据进行有损的压缩 比如大约10TB的文本 这就需要一个巨大的GPU集群来完成 以700亿参数的Lama2为例 就需要6000块GPU 然后花上12天 得到一个大约140GB的压缩文件 整个过程会耗费大约200万美元 不过Lama270B并不是最大的 如果训练ChatGBT Cloudy或者是Bud 这些数字可能会增加10倍或者更多 耗资可能会高达千万甚至上亿美元 而有了压缩文件 模型就等于靠这些数据 对世界形成了理解 然后他就可以工作了 简单来说大模型的工作原理就是依靠包括压缩数据的神经网络 对所给序列中的下一个单词进行预测 比如我们将句子CatSetOnA输入进去之后 可以想象成分散在整个网络中的十亿上百亿个参数 依靠神经元相互连接 顺着这种连接就找到了下一个连接的词 然后给出概率 比如说MAT 97%的概率 就形成了CatSetOnAmat 猫坐在垫子上的完整的句子 只不过神经网络中的每一个部分是具体如何工作的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 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前面提到训练是一种有损压缩 神经网络给出的东西是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的 安德烈管大模型推理叫做做梦 他有时可能只是简单的模仿他学到的内容 然后给出一个大方向看起来对的东西 这其实就是幻觉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他给出的答案 尤其是数学和代码相关的输出 接下来 由于我们需要大模型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助手 就需要进行第二遍的训练 也就是微调 微调强调质量大于数量 不再需要一开始用到的TB级单位的数据 而是靠人工精心挑选和标记的对话来投位 不过安德烈认为 微调并不能够解决大模型的幻觉问题 在这一个部分的最后 安德烈总结了一下 如何训练你自己的ChatGBT的流程 第一个阶段成为预训练 你要做的是 1.下载10TB的互联网文本 2.搞来6000块GPU 3.将文本压缩到神经网络中 付费200万美元 等待约12天 4.获得基础模型 第二个阶段是微调 这个阶段你需要做的是 1.撰写标注说明 2.雇人或者用ScaleAI 收集10万份高质量对话 或者是其他的内容 3.在这些数据上微调 等待大约一天 4.得到一个可以充当得力注射的模型 5.进行大量的评估 6.部署 7.监控并且收集模型的不当输出 然后回到步骤1再来一遍 其中预训练阶段 基本是每年进行一次 而微调阶段可以以周围频率进行 以上内容可以说对小白是非常友好的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在这一部分中 恩德烈为我们介绍了 大模型的几个发展趋势 为什么说大模型将成为新的操作系统 首先是介绍了所谓的大语言模型缩放法则 即大语言模型的性能 可以表示为非常平滑 表现良好 并且可以预测的两个变量函数 分别是网络中的参数量N 和要训练的文本量D 我们可以根据这两个变量 通过缩放来预测下一个单词 预测任务中的准确力 其次是大模型学会了使用工具 实际上这也是人类智能的一种表现 恩德烈以ChideGPT的几个功能进行了举例 比如通过联网搜索 他让ChideGPT收集了一些数据 这里联网本身就是一次工具调用 而接下来还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 这就难免会涉及到计算 而这是大模型所不擅长的 但是通过代码解释器插件 调用计算器就绕开了大模型的这个不足 在这个技术上 ChideGPT还可以把这些数据 绘制成图像并且进行拟合 添加趋势的曲线以及预测未来的数值 利用这些工具和自身的语言能力 ChideGPT已经成为了强大的综合性助手 而刀立的集成又让它的能力再上了一个台阶 另一个趋势是从单纯的文本模型 到多模态的演变 现在的ChideGPT不只会处理文本 还会看听说 比如OpenAI的总裁Brockerman就曾经展示了 GPT4利用一个铅笔勾勒的草图 生成了一个网站的过程 而在APP端 ChideGPT已经可以流畅的和人类进行语音的对话 除了功能上的演进 大模型在思考方式上也要做出改变 即从系统一到系统二的改变 这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丹尼尔·卡尼曼的畅销书 《思考快与慢》中提到的一组心理学概念 简单来说 系统一是快速产生的直觉 而系统二则是缓慢进行的理性思考 比如当被问及2加2是几的时候 我们会脱口而出是4 其实这种情况下 我们很少真正的去算 而是靠直觉 也就是系统一给出的答案 但是如果要问17乘以24是多少 恐怕就要真的算一下了 这时候发挥主导作用的就变成了系统二 而目前的大模型处理文本 采用的都是系统一 靠的是对输入序列中每个词的直觉 按照顺序采样并预测下一个token 现在人们希望为大语言的模型 引入更多类似于系统二的思维能力 另一个发展的关键点是模型的自我提升 以DeepMind开发的AlphaGo为例 它主要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模仿人类玩家 但靠着这种方式无法超越人类 但是第二个阶段 AlphaGo不再以人类为学习目标 目的是为了赢得比赛而不是更像人类 所以研究人员设置了奖励函数 告诉AlphaGo它的表现如何 剩下的就靠它自己体会 而最终AlphaGo战胜了人类 而对于大模型的发展 这也是值得借鉴的一个路径 但目前的难点在于 针对于第二阶段 还缺乏完善的评估标准 或者是奖励函数 此外大模型正朝着定制化的方向发展 允许用户将它们定制 用来以特定的身份来完成特定的任务 这一次OpenAI推出的GPTS 就是大模型定制化的代表性产品 而在安德烈看来 大模型的将来会成为一种新型的操作系统 这就好比传统的操作系统 在大模型系统中 大语言模型作为核心 就像CPU一样 其中包括了管理其他软硬件的工具的接口 而内存硬盘等等模块 分别对应着大模型的窗口嵌入 像代码解释器 多模态 浏览器 则是运行在这个系统上的应用程序 由大模型进行统轴的调用 从而解决用户提出的需求 演讲的最后一部分 安德烈讨论了大模型的安全问题 他介绍了一些典型的越域方式 尽管这些方式 现在已经基本失效了 但是安德烈认为 大模型的安全措施 与越域攻击之间的较量 就像是一场猫鼠游戏 比如一种最经典的越域方式 就是利用大模型的奶奶漏洞 就能让模型回答 本来拒绝作答的问题 例如 假如直接问大模型 凝固汽油弹怎么制作 但凡是完善的模型 都会拒绝回答 但是 如果我们捏造出一个已经去世的奶奶 并赋予她化学工程师的人设 告诉大模型 这个奶奶在小时候会念凝固汽油弹的配方来哄我入睡 接着让大模型来扮演奶奶 这时候凝固汽油弹的配方就会脱口而出 尽管这个设定在人类看起来是十分荒谬的 比这个更复杂一些的 还有Base64编码等乱码进行攻击 这里的乱码只是相对于人类而言 对机器来说却是一段文本或者是指令 比如说Base64编码 就是将二进制的原始信息 通过一定的方式转换为字母和数字 组成的长字幅串 可以编码文本图像甚至是文件 在询问Claudi如何破坏交通标志的时候 Claudi回答不能这样做 而如果换成Base64编码 过程就呼之欲出了 另一种乱码叫做通用可转移后缀 有了它 GPT直接就把毁灭人类的步骤吐了出来 拦都拦不住 而进入多魔态的时代 图片也变成了让大模型越狱的工具 比如说下面这张熊猫的图片 在我们看来再普通不过了 但其中添加的造成信息 却包含了有害的提示词 并且有相当大概率会让模型越狱 产生有害的内容 此外 还有利用GPT的联网功能 造出包含注入信息的网页来迷惑GPT 或者用谷歌的文档来诱骗BUD等等 目前的这些攻击方式已经陆续被修复 但只是揭开了大模型越狱方法的冰山一角 这场猫鼠游戏还将持续的进行 好了 以上就是安德雷卡帕西 这次大语言模型教程的大概内容 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原视频 非常通俗易懂 有利于梳理整个大语言模型的知识体系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